中国空军2021年一夜在朝飞宣传片片尾 秀出一架被白色布幕覆盖的下一代长城战业隐形轰炸机 现代兵器夜刊 2021年六夜以中国的隐形长城轰炸机作为封面 内夜有轰二灵的设计过响图案 一朝飞宣传片 镜面的反射图案雷同 媒体盛传风二灵吉祥首飞 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解放军003电池弹射型航母刚下水 紧接着宣布中段环导拦截系统测试成功 而且成功力百分之百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精工技术成就 最初的反应是然以自信 紧接着半信半疑 部分反中的媒体 更质疑003的电池弹射 有可能弹不出去 因为美国福特级航母 电池弹射器经常故障 以致服役时间一再延迟 因此质疑003电池弹射器的性能 刻意贬低或者是浑南不知中方的中压直流 中和电力系统 技术的成熟度优于福特级中压交流 中和电力系统将两者混为一台如同 掩耳道零 2011年 1020首飞如前首输 美金并未重视 事过10年 1020大批量产 形成战力 成为继美国之后 全球唯一部署逆冲战机的国家 改用国产发动机并发展双座版 美金目前已无绝对的空中优势 破仪现实美金把F35A 涂装数位迷彩 模拟1020 即使如此 为时已晚 轰20是解放军20系列中唯一还没有现身的机种 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是非的资料 现有的资料都是网路上 或是媒体披露的资料 真实性有待官方证实 媒体盛传轰20即将首飞 媒体的公开资料指出 中航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攻克关键技术 轰20采用背负式进气道 隐形飞翼式布局 轰20隐形杏仁极佳 同时具有极佳的载核能力 借助隐形外形 可以使雷达的截编机 RCS降到一平方公尺以下 对敌方的雷达探特能力而言 可以批评美金的B2或B21 战列轰炸机属于统一信号 辐射强度的水准 赋予超强的隐形静默 突防人力 能在敌金的雷达和 疫情网络无法捕捉的情况下 对敌方的目标发动 眼端战列打击 媒体推测 风20的航程达到1.3万公里 作战半径超过5000公里 最大的载弹量45吨 航程足以直飞美国本土 航程和作战半径是 风6K的2倍多 作战效仁是风6K的5倍以上 何尝兼别 并能够细带常舰20形力飞弹 随着中美关系 因为贸易、安全与战略等问题 紧张的升高 一旦服役 将打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 扩大打击范围 改变战争的游戏规则 此外 五角大厦估计 轰二铃的行航距离超过8500公里 而风2铃的到来 意味着中方战略风炸机 在陆基桌际弹道飞弹 浅限浅射飞弹之后 完成陆海工的战略核三角 美金目前新研制的B21隐形风炸机 也还没有首飞 美金迟迟不完成B21的首飞计划 究竟是因为研发进驻推迟 或者是中国的风2铃没有出现 因此美金也不愿意提前公布B21的首飞状态 中美之间的角力 难以常理推估 有可能争取的是后发优势 先观察对手的首飞缺点 优化技术 轰二铃的研发首飞 中国又走在俄罗斯的前面 难怪美金越来越在意解放金的动态 尤其是海空军装备的更新 一旦 感谢观看